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隔九年在一次发布国家层面对反导态势和发展进行评估的报告 这份报告对外界观察美国对其面临的导弹威胁的评估 未来的反导政策以及力量建设重点都可形成重要参考 新版导弹防御评估开篇 干涉了美国面临的严峻的威胁环境 报告将朝鲜、伊朗、俄罗斯和中国列为在导弹威胁方面的潜在敌人 并首次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导弹防御国家 针对中国军事力量发展 报告称 中国已在印度太平洋地区 获取军力优势地位 在这一进程中 中国装备的各型进攻型导弹 在遏制威胁美国在该地区军事能力方面 正在发挥欲罢突出的作用 报告称 中国目前部署了75-100枚洲际弹道导弹 导弹以公路机动或固定发射井模式部署 还在研发多弹头洲际导弹 中国还装备了数艘战略和潜艇 搭载新型潜射弹道导弹 报告估计 中国可能有约125枚核导弹 用力对美国进行战略威胁 图类中国东风26弹道导弹报告认为 在发展和维持力量的同时 中国还在发展常规导弹能力 用引限制美国对其亚太盟国提供的保护 通过列装更多的中院承担 到导弹 中国增强了打击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基地和舰艇编队的能力 这种能力将抵消美国 试图向其地区盟友提供援助和支持的努力 报告着重强调了中国反舰带道导弹 对美国航母构成的威胁 在新型导弹武器方面 报告猜测中正在发展高超音速滑翔弹 空射中远程巡航导弹 几百卫星武器 上述武器也可打击美国在海外的军事目标 报告概括称 美国认为中国在核强领域 对美国构成了全面威胁 在上述评估的基础上 报告提出了强化美国反导能力的全领域依赖自计划 在本土防御系统方面 美国将在阿拉斯加增加新型陆基中短防御系统GMD的拦截带部署数量 以提高对威胁美国本土的中级导弹的拦截能力 在缺域反导能力方面 美国计划长话如陆基中斯顿 FAD和爱国者-3等 针对中进程带到导弹的反导系统 并扩大与亚太和欧洲盟国的反导合作 将美国中进程反导能力 进一步推向前沿 在发展新型反导力量方面 报告提出 要开8F-35战机和标准-3防空导弹的反导权力 如使用标准-3进行中级导弹揽截试验 将F-35整合进入反导预警侦察系统 以使现有常规武器系统 发挥更大效能 报告还关注了发展应对新型巡航导弹 和高超硬速导弹的反导侦察拦截系统的问题 新反弹道导弹防御评估 极力渲染美国面临的导弹威胁 反复强调 发展全方位反导能力的必要性 亦在为增大美国对个性反导系统的投资背书 然而美国证件对此并不买账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文章称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 对报告提出异议 美众议员要当史密斯认为 美国的海上力量 空中力量和核力量 已占用了过多的国防资源 如今在扩充反导能力 将进一步增大国防预算压力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导弹防御项目主任 汤姆卡拉克则认为 庞大的反导项目 如果不能在新的国防预算中获得力量 则各个反导系统的研发将受到影响 简而言之 与其他国防项目一样 缺钱是美国发展反导系统的最大障碍 报告并未提及美军反导力量的整合问题 在反导议题被热炒的背景下 美军的军种未获得更多预算 纷纷上马自己的反导项目 目前 美国海军和陆军 都在发展中仅成反导拦接系统 空军在反导预警系统方面的独家地位 也可能由于极家组建的太空军而面临调整 分析人士认为 在美国将增大对反导系统的投资的情况 下 如果不对各群种的反导项目进行整合 明确各自的职能和发展方向 未来的反导能力建设 可能将掩发更多军种矛盾 资源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 文马行飞 费用最后一旦的反导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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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